好,知乎哲哑的朋友们,今天是2023年5月17号 那我们对A股进行一个复盘 那今天的总结就是A股连续缩量,跌破8100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就是缩量回调之后 A股后市的走势如何 我们来看5月17号,A股再度缩量 成交额跌破8100元 对比最近一年多的市场底部特征来看 当前调整会议基金目标 板块方面看,依旧是高低期换的模式 前期高位的媒体继续大幅杀跌 调整到位的科技板块开始起温反弹 那科技板块是不是的行业分析里面来看一下 好,我们具体的细看就是上阵指数 5月17号,未跌0021% 不是收在3000点以下的 深圳称值是未跌007% 收于11000点 那创业板指微跌002% 总成交额只有7827亿元 上周的成交额都在1万以上 这个缩量缩的是非常明显的 那我们从这边看 今天的市场就是一个平衡式 波澜不惊和昨天差不多类似 那看各股上涨公司3500多家 涨停了42家 还不错,下跌的话1400多家 跌停的只有12家 那整体来说市场人气是有所回升的 那我们看这个图可以明显的看见到 上涨的股票是远远大于下跌的 当然了涨幅可能不会很大 但总体来说是逐渐企稳了 我们来继续看 从这个底部的区域的 二年以来的这个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4月 这边是2022年4月 然后这边是2022年9月 那这边是2022年12月 好 这个位置就是本能的 那我们从这个历史看 每次A股都会迎来一段上升期 可以看到几乎每次的都没有例外 那这次是我们后市继续观察就行了 这边我会在后面的蓝解盘里面 来看一下有没有出现买点 如果出现买点了 那历史可能会像之前一样 会有一个小小上升的波带 那如果没有出现买点的话 那就继续等 好 我们来看一下板块 板块方面是涨少跌多 技术硬件与设备板块 大幅上涨1.29% 那接下来我就会分析一下 这个技术硬件与设备 板块有没有出现买点 好 资本服务 软件与服务 商业和专业服务 半导体的板块 一涨付据钱 那半导体板块 最近几天都是比较火的 也不是比较火 最近几天都是 跟整个市场的指数是反着来的 已经好几天了 可以关注一下 那从上涨板块来看 市场依旧是高低切的模式 调整到位的开始反弹 前期的高位的继续大幅下跌 那从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 涨幅榜 尼工光科 振有科技 中传汉光 万马科技 还有这个光讯科技 涨的都比较多的 看名字应该就是科技嘛 技术硬价与设备 好 这边可以看到都是涨幅比较大的硬价设备 那希望有朋友有拿着有这里面的股票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跌板块 下跌板块 电信服务 保险 消费者服务 家庭与个人用品等板块跌幅之前 好 这个先聊一下 保险服务 昨天在周一 周一带领指数反弹之后 龙头 当时的龙头 中国人寿是出现的三买 后面的话 三买失败 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下跌 也是可以预期的 那我们来看这边 媒体也下跌了百分之零点六九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国性文化 中广天者 欢入世界 中视缠媒 万幸传媒 基本上继续大幅杀跌 那这里的大幅杀跌 在有看前几期的视频都会知道 这个大幅杀跌也是可以预期的 毕竟三买定生死嘛 三买之后 那整个行业崩掉 那预期以下跌有百分之三十了吧 从刚五回调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那目前来看是依然没有出现买点的 这个是媒体行业和保险 两个基本上两个板块都是三买失败之后 都就开始大幅下挫 好我们来看一下行业资金 行业资金目前净流入的只有这个信息技术 是净流入的 其他的都是净流出的 金融 医疗保险 材料 材料净流出额较大 信息技术板块流入大概于21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向资金吧 北向资金今天又是净买入16.86亿 从变动趋势来看 近期市场波动较大 成交量连续萎缩 那外资意味表现出冥想的方向性特征 就是外资也在等 那今天核心市场缩量已经跌破到8000亿了 只有7827亿 从A股的历史来看 每当就是放量之后的极端缩量 都会迎来一波上涨 但是这边可以看到缩量回调的时间都很长 看到没缩量回调的时间都很长 那这个缩量回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们还是用禅论的买点去观察 这个历史数据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好我们下面来进行行业分析 也就是今天涨幅较大的技术硬件与设备 分析的话同样是用禅论来分析 这边我已经把这个技术硬件 好这边我已经把硬件与设备的行业指数已经打开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日线图 好日线图的话这边放大一点 可以看到技术硬件与设备 这个行业目前它的走势跟上证指数的走势是一样的 一个在中枢震荡 那做中枢震荡就用在一个中枢的构成当中 那做中枢震荡我们就想介入的话 就看这一带从这个3476这一段 到这一段就是这从这边3476下来的这个3700多 这一段有没有跌完这边图放大一点 要想知道这一段有没有跌完 那就要看30分钟的图 我们来看30分钟就是这个 从从这个4366到这边 这一段有没有跌完 那目前来看是跌完了的 看从我们对比一下到这里 那两段下跌明显的这一段的MACD的面积 是要远远小于这一段的 也就是说这一段算是跌完了 那跌完了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有没有开启 要看这一段有没有开启 如果这一段开启了 那就确定数印价与设备行业是出现了买点 那这一段有没有开启 我们看一下5分钟的图 好看一下5分钟的图 好5分钟的图可以看到 因为5分钟这边算是1分钟的买点是出现了的 为什么说1分钟的买点出现了呢 我这边把这个图画一下 好1分钟的买点 那这边是一个下跌趋势 好一个下跌趋势 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这边是一个上涨趋势 目前来看 今天的已经突破了这个点 就代表这个上涨去打破了这个下跌趋势 上涨趋势的 这盘中的话大概是 今天 今天的话应该是11点多 是开启了上涨的 这个是1分钟的 但是因为A股是1分钟 一般的都不操作 1分钟不操作 我们就看 目前来看1分钟的话买点是出现了 1分钟没办法操作 我们就只能操作5分钟 目前来看5分钟的买点是没有出现的 那5分钟的买点 我们预期一下它会什么时候出现 好我这边再回到30分钟的图来看 好这个是30分钟的图 30分钟的图来看5分钟的买点 那同样的我们这边是一个5分钟的中书 好中书我用标准的一点来画 好这边我画一个矩形在这里 好这个中书 那这是一个5分钟的中书 5分钟的中书画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我们假设假设这个地方是第一类买点 那5分钟的买点就等它第二类买点出现 第二类买点什么时候出现 不知道要走出来才看到 那因为1分钟的买点已经出现了 5分钟的买点出现就是可以预期的嘛 那我把明天的几种可能都给大家讲一下 那第一种可能这个行业是 明天继续上涨 然后直接涨 那涨如果它涨得很猛 大概突破这里 突破这里 5分钟的一个买点 你基本上可以确认 可以小幅介入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尝试上涨 如果拉回来没有回到这里 就是一个2 第二类买点和第三类买点 合一的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点 好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明天直接大幅上涨 那第二种情况 明天这边下跌 下跌的话 没有跌破这个3683 那就会出现第二类买点 没有出现 就会出现第二类买点 第二类买点 如果你抓不住 那它需要再上涨上去之后 那在这里 你大概能确认 它第二类买点是成功的 好 也可以小幅介入了 好 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 就是它就在这里震荡里 做一个中数处理 看它是不是震荡一个30分钟中数 或者怎么样 或者呢 明天直接大幅下跌 直接下沙过去 就下跌呗 就也没有 不能做空 就直接看呗 等呗 等它重新出现买点 看它分析 这一单下跌的 有没有什么时候结束 好 这个大概就是市场上的几种分类情况 每一种都 你都做一个分类之后 就知道明天该怎么操作了 好 这个是行业的 行业快要出现买点的 就要看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 好 这边是技术硬价与设备 好 这边是技术 技术硬价与设备 然后这里是技术硬价与设备 板块里面的个股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这边 如果行业板块快要出现了买点 那就看一下个股 个股可能有的已经出现了买点 或者是有的 即将出现买点 有的买点已经出现过了 这个需要自己去找 找可能出现的买点 买这种行业工整的 成功的概率比较大 我这边就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 其实没找到 看了涨幅前几的 要么买点已经过了 要么就是没找到的 这边看一下这个 理工光刻 我们来看日线图 可以看到它的走势 和刚刚看到的 我画的硬价与设备的走势 类似 比较类似的话 也是一个中枢 它个股是领先于行业的 那要在这边就看一下 它这一段有没有结束 那目前来看 它肯定是结束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30分钟的图 好 30分钟的图 它的买点在哪里 好 可以看到 30分钟图 就是看这 好 30分钟图 就是看这一段 有没有跌进 那这一段 这一段 然后这边是一个中枢 其实从图形来看 这一段是没有跌进的 没有跌进的 一个小转大 小级别的背驰 引发的一个 大的转折 但是是 有买点也是很明显的 这边 画你看 这里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中枢 这里它是一个中枢 当它突破这一点的时候 就代表 假设这里是第一类买点 那这个地方是第二类买点 这个地方 确认第二类买点成功 第二类买点成功之后 就输输输就上去了 这个股票 我没有看到 漏掉了这个 如果看到了 这里是比较好的一个 记录点 是可以确认 它的二买成功的 止损的话 就当它跌破第二类买点 就代表第二类买点 是失败的 大概有15%的 利润是有的吗 好 这个是看图说话 理工光刻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今天长得比较好的一个行业 大概就分析了 总结一下 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技术硬件与设备 它一分钟的买点出现了 五分钟的买点需要等 如果五分钟的买点出现 有就是合适的个股 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用 产论分析一下四大指数 首先是上阵指数 同样的 我们先看分时图 再看日线 再看30分钟 分时图 早盘是下杀 然后拉回 再下杀 然后再拉回 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多空资金是在不停 分起是比较大的 做多的和做空的分起 是比较大的 那尾盘来看 我认为是做多的是 稍稍的占上风的 这从个股的涨幅 也可以看出来 好 这个是上阵指数 那上阵指数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 被拉回的这个中枢 还是维持之前的判断 没有升破3300之前 日线是没有买点的 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图 是维持昨天的判断 涨到这个3320左右 如果它能突破3320左右 是可以出现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买点的 好 就是这边画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边一个反弹 然后一笔 如果它在这里能上去 就代表它从这个3418 这里的是这一段跌进的 那就看一下它这个五分钟的这一段 能上涨多久 好 这个是上阵指数 那我们看一下五分钟 五分钟昨天也讲了 跟30分钟类似 那它在这边 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一分钟的级别太小了 大概可以预期一下 我认为指数没有涨到3300或者是3200 就是没有涨到这个伏值 就是没有突破 没有站稳3300 胆期来看是没有介入的必要的 这个是上阵指数 我们看一下深圳成指 好 深圳成指目前来看 它早上是早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晚盘也是就是下午之后也是分歧加大 同样的目前做多的资金是剩了的 虽然说指数是收率了 但是我认为做多的资金是剩了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一样的 让它一个收敛三角 没什么讲了 最近一直在这个收敛三角这边 30分钟图有没有机会进入 好 和昨天的判断一样 那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是5分钟的第一类买点 那假设这里是5分钟的第二类买点 那这个买点能不能成功 不知道 反正第二类买点 目前来看假设是它是出现了 那等它明天是涨势跌 就可以确认这个第二类买点有没有成功了 明天看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深圳成指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 5分钟的图就更明显了 那这一段上去 这一段上去 那这一段下来 这就是5分钟的第二类买点 至于第二类买点能不能成功 明天走出来就知道了 好 暂时的可以把这里理解为5分钟的第一类买点 这里理解为5分钟的第二类买点 那深圳成指的第二类买点是已经出现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版纸 好 创业版纸的话 先看分析图总是跟深圳成指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讲的了 那就看一下这边在收敛三角下方 好 下方 那要要看 要想介入的话 就看这一段有没有 看这一段什么时候结束 这这一段 那这一段的话要看30分钟的图 好 30分钟的图 应该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结束的迹象 那目前来看 这边是被迟了 也就是说 从这里的下跌是结束了 但是结束之后反弹的力度很弱 也就是很弱 那就要预期他在这边做一个5分钟的中枢 或者是一个1分钟的中枢 有可能下去或者上去 那这个创业版纸 我认为是没有出现买点的 这个是创业版纸 5分钟也就没必要看了 因为他就是在做一个中枢震荡 好 再做一个中枢中 目前来看这个中枢是 还没有完成 好 这个是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 科创50的话 看一下分时图 走势差不多类似 那跟创业版的走势差不多 只不过他科创50最近比较强势一点 我们看一下图 日线图的话 也是在做一个中枢震荡 那中枢震荡 如果想记住的话 就看这一段 1175到这一段 有没有结束 那看这一段的话 我们看30分钟图 30分钟 这一段被拉回中枢之后 目前来看 看这边 这里1171 从这里 从这里一直下来到这里 MACD的这个线 都没有被拉到这个凝轴上方来 可以是很弱的 很弱的话 那肯定就是没有介入的必要了吧 那么看一下5分钟的图吧 好 5分钟的图 这也一样的 很弱的 在这边做一个中枢 那看他中枢什么时候做完 这个是5分钟的科创50 那科创50也是没有买点的 目前为止就是一个深圳城市 是有一个5分钟的第二类买点 好 这个买点能不能成功 这两天走出来就可以知道了 最后我们来分析 把前面视频讲到的几只个股 做一个分析 那主要是都是第三类买点的 那么首先看一下 最早的那个中国人寿 为什么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 我们直接就来看日线图了 日线图看这边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点 第三类买点的话 目前来看买点上去了之后 然后被拉回来 看目前是第三类买点没有失败的 但是没有失败 第三类买点直接大幅下杀 下杀的就是被拉回这个小中枢了 这个大概是5分钟的中枢 被拉开5分钟之后 马上又被拉回去之后 我们看30分钟 这边一个5分钟的中枢 看他会不会再次突破 这个5分钟继续向上 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那如果后期他能 就是非常强势的 突破这个5分钟中枢 那保险行业就继续看多 如果他没办法 那保险行业肯定要继续看跌的 三买定生死嘛 目前这个中国人寿 还是在三买这边做挣扎 那做挣扎 等结果出来了 再买也不迟 好这个是中国人寿 三买目前来看 不知道他是失败 还是成功 就等他 看看能不能突破这个中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视频里讲的 一二一个 恒瑞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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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看日线图 好一个三买 三买之后 送利好消息刺激 利好消息出来之前 应该是有资金之道了 今天他没有突破这个50.3 就没办法确认这个三买 有没有成功 然后他回补了昨天跳涨的一个缺口 但是回补的幅度也不大 那就是明天就继续观察这个缺口 明天就继续观察这个缺口 补不补 如果缺口不补就代表还是比较强势 如果补了缺口就很弱势了 那代表那可能整个一二行业就要跟着调整一步了 好这个是恒瑞一二 我们看一下30分钟的图 好30分钟图 你看这个缺口还没有补完 就补了一点点 那差一点还差大概几毛钱 那明天看一下他补 我觉得明天应该会把这个缺口补了 补了之后那就看他下跌的力量怎么样 好这个是恒瑞一要继续观察就行了 那我这边再分享一个 因为最近分享的都是三买失败的例子 就是都是三买没有成功的例子 那我们看一下一个比较成功的三买单 这只股票叫中国未通 强调一下分享分析这个只是便于大家学习 并不代表我推荐这只股票 我个人目前为止是没有这只股票的 而且目前为止这个趋势来看 它是一个下跌趋势 所以是目前是没有出现买点的 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边三买会成功 好这边我把图放 要看30分钟的图 好这边我们来看30分钟的图 还是看日线图 日线图30分钟这边不好调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好日线图这边 我画一个中枢 一个矩形出来 好这是日线的一个中枢 这边就是一个次级别的回抽 这个级别是五分五分钟的级别 一个五分级别的回抽 相当于是一个次次级别的一个三买 这边画一下 这边也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回抽 一个五分钟的 不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回抽 大概是 这边突破14之后确定这个三买成功了 三买成功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涨得有多猛 14 14元 大概涨到几乎差不多翻倍了 翻倍了之后下跌的话也是跌势很猛 大概如果完全按照产量 应该在23 22左右是走得掉的 因为它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卖点 好我们看图对吧 30分钟图大概在这边就22左右是可以走掉的 这边是五分钟的一个第二类卖点是不太容易把握的 那至少它跌到22左右是可以走掉的 这边也就看得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因为它的那个是日线的中枢 这边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回抽 五分钟的一个一个回抽就确定了它成功了 在这边是确定了一个三买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安理中国未通 好然后最后一只股票是一个七匹狼 也是一个三买七匹狼 从目前为止没办法确认这个三买是失败 这个可能更标准 这个图形是更标准的 太标准的 好这边一个也是一个五分钟的回抽 一个五分钟的回抽 但是我印象中是一个五分钟的回抽 因为30分钟就一个三买大概123个点 从目前为止跌回来了之后 就是没办法确认它 只要没有跌到这个三买这里 还是有机会继续上涨的 那就继续观察 看它这一段什么时候 我刚刚讲的这个跌到什么时候结束 那我们看30分钟的图 30分钟图目前来看 它是从这个七买四三跌坏来 我认为目前为止是没有跌进的 那就看它什么时候跌进 那再强调一调 这个七皮狼也只是个人分享 不代表我推荐这只股票 你需要按照你自己的规则的买卖点去操作 这个是七皮狼 也是可以看到一个第三类买点 一下子就冲上去了 就是第三类买点快的 那这边就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回抽 直接就拿上去了 拿上去之后 这边下去 目前是中阴状态 目前它会怎么走 那如果它被拿回到这边 跌破这个六块钱 跌到这六块附近 那肯定就顺失败了就看空了 好 这个是七皮狼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这边